年届35岁的张千银再度披上中华队战袍 将一战30日开始于台北举行的2018亚族联5人制足球锦标赛AFC F Also Championship 已有十多年国家队经验的张千银不紧张但担心团队表现不好 期盼在逐场比赛能让球迷为我们感到骄傲 身为元老国脚的张千银争战亚洲杯数年 其实自上届亚洲杯结束他就决定高挂球鞋 只是这次新任总教练Adio Emerante力邀他回国 期盼发挥老将经验教导学弟 不过张千银之前在抽签一次记者会上也表明 这次是最后一次参加亚洲杯 难得在台湾举办5人制国际大赛 张千银透露在家比赛心情蛮兴奋的 但是担心团队表现不好 希望让球迷看到最好的一面 将压力化为助力 要让支持我们的所有人为我们感到骄傲 中华队7日将赴泰国日本一的训练 中华队次总教练Adio上任至今 约几训三周的时间 5日练习终于16人成员到期 陈千银认为距比赛时间不到一个月的现在就是关键期 他也只说目前球队整体还不够好 不够成熟 要再努力 对于新教练的风格 张千银表示与过去不太相同 从保守转为进攻 蛮容易上手 但需要时间多练习 打整体配合 每个球员都要搭配 短时间没办法到位 他也认为除了场上练习 场下沟通 多交流也很重要 亚洲北自1月30日至2月10日 在新庄体育馆汉北市大天母体育馆两地举行 中华队三场小组赛都在新庄进行 体育休一 第一场2月1日对蕾巴林 第二场2月3日交手马来西亚 第三场2月5日对决越南 2012年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